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觉到紧张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了 大家说有的人还紧张 但是你不要刻意短 或者说越纠结越紧 第一是可能有很多种 可能有时候不藏出来跟人打交道 第二就是很在乎别人在别人心中 他被你的看法 还有就是自己很渴望 很渴望跟别人达成一种沟通的交流 就是你很渴望别人跟你交流 你会紧张 还有就是自己很在乎这个人也会紧张 还有一点就是在乎自己的角色 在乎自己的紧张 紧张就紧张呗 我也紧张 我看见你们也紧张 对啊 我一见珊珊就紧张 我就哎呀 珊珊哪儿又疼了 好紧张啊 开玩笑的珊珊 不要矫正 不要短正 然后跟宇宙一切在 跟雨在一起 跟风在一起 跟房子在一起 跟桌子在一起 跟你这个万物星星月亮怎么不跟你在一起 然后沉浸在那边 你才会觉得有趣 否则一个人带着有啥趣 是吧 又不说话 有嘴巴又不说话 有啥意思 否则成不了道 那样 你就不说话就成道了 安静下来 关键六个 那种 那种状 会让你觉得 不说话 哇 这么感觉这么好 就是 全宇宙 你就坐在星球上 全宇宙都给你在一起 太空 星球 月亮 星星 都在这儿 然后都在这儿 无处不在 然后自己无处不在 坐在那儿享受着 然后大家吵得像鸟 在那儿吵 然后你静静地听着 看着 所有的这个说话都像 这叫什么鸟来的 关键 不是 佛经里面有只什么鸟 家灵平千鸟 家灵平千鸟 像那个家灵平千鸟的声音 耳根很悦耳 所有的人都不是噪音 通常就修了 然后很美妙 然后坐在那儿 然后静静地听 然后开风声 风声雨声 所有的声音都是 然后你不说话了 静静地 然后把舌头 安安稳稳地放在自己的 口腔里 往里放放 一说话 老往外跑 发音 然后放 放的 寬寬寬寬寬的 舒舒服的放在嘴巴 不要只声 不要说话 喉咙声带 慢慢放下来 然后一点一点放下来 坐在那儿 看着大家 不是坐在那儿 嘴巴很堵着 不能说话 我在止语 然后眼睛 她说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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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不说话 你看全世界把我忘了 你看他们都看不见我在这儿坐着 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打着把伞一会儿回去睡觉了 好孤独啊 全世界全宇宙都跟你在一起 有这种感觉 你也是 你也是 把这块搓一搓 没了 就这样 这样搓一搓 是没了 刚才还有 你都写了 那样 跑掉 下 下 我静下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感觉耳朵里面好多声音 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好多声音 好 不是我耳朵吗 我觉得不像 耳朵是 不静下来的时候要无露無露台 何止静下来 但是你 应该不そう 就是静下来 其实真的好多声音 这个说明耳根 但是我稍微清静了你 啥也不說你 就是好多聲音 千萬不要給他下定義 任何的認知對你都是一種執著 不要用佛學概念把自己染污了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是什麼 任何一個肯定在佛學裡是破分別的 任何開始肯定的語言都對你有影響 就是最起碼我要這樣跟你說的話 對你肯定有影響 因為你在乎我的定論 我的結論 如果你不在乎就能想不到 各種鼓勵 熊 尤其是